Nokia 是一家芬蘭的公司 他在1990年到2010年的時候 是我們俗稱的損機霸王 所以你通常在問老一輩的講到Nokia的時候 他們內心都會浮現一組數字 叫做3310 這個3310有多猛呢 他就是耐衰跟好用的代表詞 所以比如說你今天遇到了危險 遇到綁匪的時候 你只要拿出Nokia 3310 人家就知道 你不是好冷 刀槍不入啊 就跑掉了 那如果你去參加一些社會運動 你拿3310丟出去 砸到人的話 頭破血流 這個住一個禮拜都是非常有可能會發生的 這邊都是我亂講的 但總之他的耐衰是有目共睹的 到了1997年的時候 Nokia導入了一個東西叫做貪食蛇 當時大家非常愛玩的這個手機遊戲 所以造成了一股大旋風 貪食蛇 這麼猛Nokia 我講一組數字給大家感覺一下 他在2005年的時候 他賣的手機是2.64億 當時全球的手機大概有8億左右 所以2.64億大約是佔32% 相當於是3個人之中就有1個人拿的是Nokia手機 1分之1的試占率 另外這數字已經很猛了 後來還被另外一間公司超越 這間公司叫做Apple 手機是iPhone 這個iPhone的試占率已經到了6成左右 相當於是3分之2的人全部拿都是iPhone 有沒有非常可怕 相當於是你拿3310往外面隨便一丟 就有大概有3分之2的機率會達到一個拿的iPhone的人 這是非常可怕的這個試占率 在當時的老二叫做Motolora 他的這個手機的銷售額也不差 不過他跟這個老大Nokia 其實竟然差了1.8倍左右 相當於是2倍左右 所以就知道Nokia在當時可以說是獨佔的這個市場 那我們的Nokia他的眼光其實也不差啦 當時就已經開始有朝向要往智慧型手機去發展 也有發展自己的這個作業系統 叫做Symbian 所以他在2007年的時候 他也發展了自己的機皇就是N95 就是那個N95口罩的N95 搭載了他們的作業系統叫Symbian 不過好景不長 Nokia在同一年 遇到了兩個噩夢 在同年6月的時候 有一個人做了一個東西出來 那個人叫做賈伯斯 做的東西就是iPhone1 搭載了他們自己選的軟體 就是iOS這個作業系統問世 那他們有多猛呢 在短短的100天 他就賣出了大概100萬支手機 就賣出了100萬支的iPhone 那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N95的機皇 還有這個iPhone1 正常人一看 通常都會選要iPhone1 你看是不是比較潮又比較帥一點 不過這噩夢還沒結束 到了同年11月的時候 有一間公司又做了另外一件事情 這間公司叫做Google 他們開放了這個Android的程式碼出來 就是所謂的開放原始碼 這個開放原始碼 為什麼這麼傷 因為原本在做這個Symbian作業系統 開發的 除了老大Nokia以外 還有老二老三老四 像Samsung LG Sony Motorola 都是跟著這個Symbian做開發 用他們的API 寫他們的APP等等 但是發現沒有想像做的好用 於是到了同年 發現Android開放原始碼 OpenSource出來之後 這些老二老三老四 全部都跳槽了 全部都跑去做Android的手機了 好那你可以想想看 在這個硬體方面 打不贏iPhone 在軟體方面 又搞不贏這個Android 我們的這個Nokia 開始走路衰敗 它的市占率在2008年 從41%一路下滑 到2012年的時候 只剩下10%而已 整個掉了30個百分點 不過我們Nokia也不是好人的啦 他也是曾經想要這個什麼 力往狂爛的 就跟這個前期不上場 一直到半場才上去的藤真一樣 他在2011年的時候 和另外一間公司合作 叫做Microsoft 兩個人聯手研發了一個 智慧型手機叫做Lumia 好這個硬體方面 由Nokia來負責打造手機 軟體方面 就使用Microsoft的Windows Phone 他們這個行動裝置的作業系統 好那兩個強強聯手 然後呢 就沒有拿後了 大家也知道 這個手機就一起又下去了 好大家如果有幸看到 當時Lumia系列的 可以看到這個手機的作業系統 長得非常像Windows 8 其實我也不知道 哪一些人會想要買這種手機 你拿出Windows 8 跟拿出iPhone來 我就不要說 哪一個手機性能好 你光是想拿出來 去跟妹子看啊 你搭Windows出來 他就下去了一半 如果有人拿Windows 8出來 跟妹子約會還約成功的 就麻煩通知我一下 太丟了吧 所以我們的這個 Nokia就開始走入沒落的階段 後來就輸給了 Apple 三星還有HTC 題外話HTC 大家應該也知道 2011年的時候 股價一度飆到1300塊 當時還找小樓不帶你代言 然後呢 又沒有拿後了 又下去了 所以如果你曾經在 2011年前買 這個HTC的股票 然後在1300塊賣掉的時候 你現在應該是財富自由的狀態 那如果你是1300塊才進場的 你應該 啊算了不說了 但是不用氣餒啊 你看去年的時候 然後航運也是一路漲到快要兩三百塊 雖然現在可能也下去了 不過這過去告訴我們 大概沒10年的時間 就會有一次財富自由的機會 請大家好好把握 上一次是2011年 後來是2021年 下一次可能是2031年 請大家好好把握一下 好再來啊 剛剛那個老二勒 Torona呢 他在2011年的時候 被拆分成兩家公司 Motorola系統 跟Motorola移動 Motorola移動 後來就被Google給收購了 那我們剛下去的HTC 的手機部門 後來也被Google給收購了 所以Google裡面充滿了Motorola人 還有HTC人 Google就是喜歡收購 別公司的一間公司 題外話 這Google真的蠻猛的 他在2008年09年的時候 這除了用這個Android 要打Nukia以外 他還使用了自己開發的Chrome 要打這個微軟的IE 所以他同時一邊打這個 行動裝置的市場 另外一邊又打瀏覽器的市場 實際上結論都是被他打贏的 這個Google不簡單啊 最後有機會再來介紹 瀏覽器的歷史 這個我們微家的JavaScript 其實就跟這個瀏覽器歷史 其實也是息息相關的 兩者是環環相扣的 那我們重點回顧一下 這個Nokia關鍵的兩個時間點 第一個是2007年的時候 手機外觀打出iPhone 那他的軟體又開始被Android 去瓜分市場了 所以這就是Nokia開始衰敗的起點 第二個是2011年的時候 他和微軟合作研發的 Lumia系列 欲證乏力 不知道是不是找錯人合作了 於是這個智慧型手機的市場 後面就正晚被人家端去啦 所以為什麼Nokia 後來這個詞就消失不見了 就是因為他在智慧型手機的 這塊戰場上就輸給了其他人啦 但是,你知道現在的 這塊戰場上就找到